欢迎收看这一期的选择 欢迎王老师 今天我们好像有非常强大的亲友团 是陪朋友来的请举手 陪朋友和家人来的请举手 全部都是啊 谢谢大家 真的感谢大家 我想知道我们现场 有没有你们的孩子今天来相亲的 阿姨您好 陪孩子来的 是的 您是儿子还是闺女啊 女儿 女儿 女儿有啥优点呀 文静 文静 乖巧 乖巧 事业心比较强 有事业心 对对对 霸道吗 老霸道了 老霸道了 今天爸爸来了吗 没有 爸爸怎么不来呀 他时间不太允许 但是爸爸也特别关注这事吧 肯定的 非常关心 对对对 很好 这个您作为妈妈代表 您的女儿叫什么名字 张曼 张曼 张曼你好 你现在大屏幕之后对不对 对的 哎呀 你能描述一下你是长发还是短发吗 我是长发 你能描述一下你个子高吗 中等的个子吧 一米六 二 比我高 你能描述一下王维念跟马剑的区别在哪里吗 一个胖一个手 还有姑娘 你还是落说了一个老一个年轻 你还没出来你就伤害了我 我们看一下现场 各位这个亲友团中 有没有单身的男同志 你单身吗 我那个就是本来 啥亲友团 我哥们 你得说实话 我单身 单身 你体力一下 这个 您多大年龄 我今年三十一 你是谁的亲友团 我是张曼去男孩的 哦你单身是吧 阿姨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你avan 我 канале 请不吝点赞 起来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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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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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说话坚持你们家族的风格 实话实话 他要实话实说你就惨了 一号女嘉宾张曼 28岁未婚黑龙江人 又叫机构招商经理 选择语录 幸福要回答 迪新娘还是挺活不开的 那他那个外形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相对来说可能需要去了解吧 如果从第一面来说的话可能不太是 我可能喜欢那种比较偏 挂子脸的那种女孩 可能会多一些 刚才在后面开心吗 特别开心 关键是你没跟你姐说说 姐夫有点胖吗 胖点有福气 你也喜欢胖的 这个主要还是看人吧 来一号男嘉宾您好 请问您胖吗 我可能属于偏瘦类型的 有多瘦啊 身高1米80 体重130 那你不就一电线杆子吗 电线杆子算客气了 就一打枣杆子 所以我的偶像就是王导这个身材的 王导当偶像了 谢谢你 幼教机构招商经理 我想问一下什么意思呢 我在做的是加盟连锁的投资顾问 就是有人想把这个 想投资我们的项目 我要给他这个 结合他的实际情况 给出他一些建议 帮助他把他的项目启动起来 筹备起来 我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份工作 那也就是说 很喜欢孩子了 非常喜欢 在北京工作多少年了 得有七八年了 这样的工作会不会有时候很辛苦 你得具备一定的说服能力啊 有的时候需要出差 去外地 然后其他的 其他的都相对还好 因为来加盟我们这个项目呢 基本上都是奔着我们这个品牌 过来来洽谈的 所以说这个已经有一定的 一定的基础在了 就不会特别困难 所以一切都还好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你就没有碰到一个 让你心仪的男孩子吗 因为我的客户都是已经 当了父母的更多一点 再就是年龄比较大 就没有什么单身的舅舅啥的 什么阿姆斯特丹留学回来的啥的 去给外甥什么的报一个名啥的吗 他报名 在我这儿报名 他就要投资做这个早教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你来说 确实没有机会接触到那样的一种生活 比如说有很多男士啊 什么可以挑选一下 找到一个让我心仪的人 对不对 确实周边比较少 你之前谈过男朋友什么时候分开的 在23岁的时候 那么久远了 23岁是大学毕业之后对吗 因为我事实上的是成人大学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 希望自己的男朋友 就是像童话故事里似的 后来发现骑白马的不一定都是王子 而且不一定是我的 你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男孩子 我觉得这个责任心肯定是第一位的 然后再就是对生活呀 然后对自己的事业 有自己的这个想法 然后生活的态度要乐观的 比如说你在择偶的时候碰到了两位 就是这样的两种类型 一种是非常有文化 有风度的马剑老师 一种是有点游里游气的王维念老师 但是他很有魅力 别再上我了 你只能就是已经上我了 我更天爱的是那种幽默 有幽默感的 然后成熟稳重一些的 幽默感又成熟稳重 那就是说我的嘛 对呀 我多稳重啊 观众朋友们 同意我稳重的都不用鼓掌 你看 承认了 像王老师那样子 如果当时出现在我身边的话 我绝对喜欢这种类型 但是现在呢 现在我还是喜欢就是跟我年龄相近一些的 他们家的办法就是拎出来以后 先给块糖一脚就踹悬崖 也就是说 你希望能找到呢 年轻版的小号王导这样的 差不多 但是你不知道他这样的人在生活中的毛病会特别特别多 谁说 我找着喜欢的我是没毛病的 我是觉得啊 这个女孩子最大的优势是 她有一双会笑的眼睛 发现了吗 王老师 是 你看她一笑的眼睛是这样的 跟月亮似的 特别可爱 其实我也会看一点这种面相 大起的了解就是说 她这个有没有保不饱满的这个帐 你觉得她是不饱满的吗 对 在云生方面是差一点 我听说你一直有一个比较欣赏的人对吗 对 范子兄弟里的王太丽 为什么喜欢她 因为她是一个北漂出身的 然后通过自己的奋斗 然后有了名气之后 看着还是特别可亲 也很可爱 你会跳她们的舞 或者唱她们的歌吗 我经常听小苹果 那来一小段吧 王老师 就给您个机会 展示您的才华了 来 王伟念老师掌声欢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今天二十八 您数什么的 我数兔的 哎呀 同岁 啊 那个您是几月生的 我是七月份 呃 先生您觉得您够幽默吗 可能在日常聊天的时候还是能表现出来 但是 真的要让我说有多幽默的话可能也说不上 嗯 呃 您那么瘦 您喜欢吃吗 呃 我喜欢看别人吃我做 好吧 那您喜欢吃吗 喜欢 你喜欢吃什么 呃 特别喜欢吃肉 哎 你这是气人吧 哈哈哈哈 然后特别喜欢吃肉 然后瘦成这样 你多少斤呢 能了解一下吗 呃 九十八斤 这真是 气死人不常命 我喜欢喝粥 喝成这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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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一浩先生 他说他喜欢吃肉 无肉不欢 您呢 呃 我还好吧 其实 你会做吗 哎对 你会做肉吗 呃 肉类的话可能会 鸡翅这块会比较好一点 其他方面的话可能会稍微弱一些 红烧鸡翅 可乐鸡翅 嗯 会做啤酒鸡翅 可乐鸡翅 干炸鸡翅 你吃上半年 他飞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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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那种一号女嘉宾想怎么样 呃 感觉是一个挺活泼开朗的女孩子吧 嗯 而且特别爱笑 我觉得女孩爱笑很重要 你对她喜欢我这种类型的人有何看法 我觉得能喜欢王导这个类型的女孩子都是很有品味的女孩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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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个嘉宾嘛 我就说是 这就一定不是一般嘉宾 你们希望会找一个未来的那个老公或男朋友会做饭吗 两个人一起吃 我觉得那样 比较幸福吃的比较舒适 虽然我还没见到这个男孩 我觉得他们俩有匹配度 嗯 就是当这个男孩刚才说 他不愿意吃 但是他可以做的时候 这个女孩头点的非常 是这样 当时肯定想着 啊 这下有人给做的 是吧 而且没人抢 就是他对这么一点点信息 他就这么这么开心 可想他是多么宽容的一个女人 但是我刚刚看到一个细节啊 就当我们说 王老说他们俩可能有匹配度的时候呢 一号男嘉宾的两位亲友团立刻怯怯思语 这个您是说 这个女孩更适合您是这意思吗 那不是我觉得他们俩挺合适的 哦真的吗 就是因为我弟性格也是特别好 然后我刚才看一号女嘉宾也是属于那种 特别那个温柔温和的这种性格 嗯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如果一号女嘉宾 待会说其实你介绍这哥们太多了 我对你还是有兴趣的 你会接纳吗 我觉得可以私下单聊 哥们你还没上场 你就知道你带来一个什么哥们了吧 这就下手了 哈哈哈哈哈哈 掌声有请一号男嘉宾 您好 小一台街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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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帅哥好 一号男嘉宾 张传旭 28岁未婚北京人 公司职员兼瑜伽顾问 选择语录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刚刚在开场之前看到了一个东西 很漂亮的一把枪 他们说是你的 对 然后我们让大家欣赏一下先 王老师可能您都没见过 慢点慢点慢点 指的 指做的 非常漂亮 这真的就太像了 这是你做的吗 是 我做的 我觉得它好像是当过冰的那种 金人 这太漂亮了 非常漂亮 真的非常漂亮 而且这个 它也有安全 它是纸做的嘛 这个更像玩具 对 而且很像真枪 对 是不是很多拍电影就用这个呀 那不会 那还得 拿着得有点力量 对 对 那一跑半道上就没了 特别轻易 可以给那女嘉宾看一下 你看这 以后就是 如果你要跟他走一块 他就每天跟着你或者来 你前面走 这你早点跟着 哎呀哥们 你这你挺会带道具的呀 对呀 送你的礼物 说好巧 送王老师的实际上是 送给我的吗 您不是夜里回家 对 经常容易被一些 爱慕您的 中老年同志 对对对 他们不会伤及到我的生命 真是送给我的吗 对呀 那你还是给我的 对 我回去以后 我就把马老师的照片挂墙上 把墙对着他 这东西做一个需要很长时间吧 就耐心 大概一两个月吧 就可以做出一把 我是白天上班 晚上回家大概也就只有 嗯 一个小一个小时左右 这样的时间去做这个东西 嗯 所以相对来说 它特别慢吗 得 呃 其实就是因为它剪材相对简单一些 呃 但是因为有一些空心的 需要用刀一点一点掏出来 哦 这样会慢一些 哦 而且它胶沾上以后 刚开始不是很牢固 你要等它干了以后 才可以再再沾下一个 有第二步 哦 那起码说明 这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 马老师 没点耐心 这会儿肯定是出不来的 没错 嗯 所以当你描述做这个的 过程和时间的时候 我就想到 女士的那个十字秀 嗯 啊 没点耐心 根本就不行 啊 我认为啊 做这个的过程中也是一种 自己性格的磨练 嗯 因为毕竟才二十八岁 对 在今天呢 要说二十多岁 一般而言 我们会觉得这个脾气啊 或者说自己遇到事之后 那个把控啊 对 往往还需要自我的修炼 嗯 但是这个呢 就是一种方式 对对对 嗯 那你从而是什么工作 是两份工作 呃 一份是做瑜伽和健身的顾问 嗯 还有一份工作 是在一个公司做市场部 呃 因为在市场部的那份工作呢 相对来说 占用的时间会比较 就跟他的性质其实很像 对不对 呃 对应该是 就是 就是 销售嘛 销售嘛 其实就是 让别人来参加这个活动 对对对对 那今天我们两位销售对决 所以我要对两个人进行考验 两位请起立 面对面 面对面 哎 这个首先我们来做一个比划和猜的游戏 你先来比划 你来猜 他说的是什么 不可以说出这个里边的字 准备 开始 形容我的那个那个字 第一个字叫什么 我的另外一个 这个 然后去比较远 比如去海南 或者去比较近的河北 这个北京周边 这个 自驾游 OK 很好 嗯 然后去 我们去野外的时候 晚上要 晚上要 要 要留宿或者是 帐篷 对 跟你这个枪属于一类 然后 手雷 三个字 手榴弹 对 这个是 福小刚的一个电影 几千号 天哪 董存瑞怎么样 炸雕宝 炸雕 第一个字对了 他带着什么去 炸雕宝 对 用你的这个枪去 用这个 这个 这个 在远一点的距离 三个字 三个字 狙击枪 人 对 狙击手 对 对 我叫什么 我叫什么 刚 刚没听见 好 别着急啊 来 现在呢 我们开始 这个男士 你来 笔画 他来猜 好 这是你的名字吗 张曼 嗯 是一种动物的颈部以上的 头 对 第二个字是对的 然后是一种动物屁梗 猪头 后边再加上一个字 是一个吃的 猪头肉 对 还是刚才那个动物 是在西游记里出现的 猪八戒 对 一种兰州的很有名的小 拉面 前面两个字是 兰州拉面 不不不 一共是三个字 这碗东西里会放什么 放肉 对 什么肉 牛肉 牛肉拉面 三个字 牛肉面 对 还是刚才这种肉 才是在西游记里出现的 刚才的肉 牛魔王 对 太创新了 有一种动物的叫声是 羊 对 然后还有一种动物 它的尾巴是带刀刺的 刺猬 尾巴带刀刺 听不懂 就是尾巴是可以勾起来的 蝎子 对 连起来 羊蝎子 对 中国古典非常胖的一个美人 杨贵妃 对 筷子兄弟的第一首 成名曲 猛龙过江 成名曲 小苹果 王导是个什么样的人 幽默的人 王导是年轻还是老男孩 哎呀 请坐 两位老师评价一下 这两个人 你们俩要不到一块 我都跟你们俩翻脸 对 就太默契了 聪明程度 理解问题的程度 这个顾忌别人感受的程度 感觉都很相似 好好吃 您觉得上一场的女孩 如何在这儿会怎么样 那就完了瞎了菜了 下一场女孩 你想一想 我给她做了一个动作 三个字 这是什么 两个 她说是叫大神 有一个人说 给王老师弄说 九 然后王老师就这样做了个动作 然后呢 我就说我说是一个网络语言 网络语言 他说哎呦 那我这样说的多不礼貌呀 我说礼貌礼貌快猜 王老师就做一个 然后他说那我说了 我说猪头 客观的说一下 宝贝 大大长得像猪头吗 嗯 像 打急救电话 急救电话 快九九九 快快九九九 哎呀 这个家庭啊真的太好了 就是说实话 哎呀 就这小姨偶尔不说实话 偶尔一次 这关键是 这关键是姥姥 哎 你妈妈在那说 不像不像 然后她说 家 孩子你很坚持原则呀 我太喜欢你了 哎呀 哎呀 被人一个啊 你全家火不火 我不知道你是要火了 你绝对是北京第一大美女啊 我的天哪 谁是她妈妈呀 哎呀 采访采访 对 你说你姑娘啥情况 就给我差点把九九九叫回来 没有 童言无忌 孩子从来不撒谎 也就是说 你觉得你孩子说的很准确 没有 像你这么幽默感 这么睿智的人 肯定是不介意的 小孩的判断能力是有的 我是不介意 但是我要是个猪的话 我也介意 很有营养的动物 至少我还喜欢 你是她妈 你确实是她妈 就这么定了 哎呀 最高兴的是她那胖爹呀 太开心了 哎 宝贝儿 你爸爸胖吗 胖 爸爸胖还是对王爷爷胖啊 爸爸 我说你真是说实话 对 说明你前面那个也是实话 来两位啊 我们互相了解一下 刚才其实简单交流了一下 先生对这个女嘉宾印象还不错 对不对 对 还挺好的 还挺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先生的基本资料 这是你的车吗 是 喜欢玩车是吗 主要是喜欢 一些户外的运动 包括 买这个车主要是因为我喜欢军事方面的东西 原型都是 之前二战的美军的指挥 指挥吉普车 所以 会比较喜欢 混音状况未婚 公司职员 和 这个瑜伽顾问 选择语录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您这是前面发生啥事呢 你这忍一时啊 其实这个是主要是给自己说 其实更多的时候 因为我也会看咱们栏目的这个 后边会有一个叫 生活广角 生活广角 大多数的家庭矛盾 都是因为不能退一步 或者不能忍让 所以我觉得更多的 会在未来的生活中 不管是对另一半 或者说对家里人 这句话都还是蛮适用的 把这个爱情语录写上了 其实是人生的一个真言 对不对 对应该算是 对这位男嘉宾想怎么样 看起来还不错 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可以随便问问 你这次来的时候 你本身是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女孩 作为你的女朋友 首先来说 因为我个人可能属于那种 比较开朗的性格 我不太 我可能不太能想象 自己找一个性格 比较闷的女孩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至少我觉得 会是北方女孩 会比较适合我 因为可能 咱们北方人跟南方人 生活差异会大一些 确实 就拿饮食方面来说 差异就会很大 然后另一方面 就是说这个女孩 是不是一个善良 然后就是各方面 都是很好的一个女孩吧 嗯 就我觉得我们张曼 哪都挺好 哎 你俩一个姓诶 对呀 都姓张啊 对吧 张曼 张传旭 这一女孩 应该说还是从 学院方面也来说 怎么看到诶 就说她和别人交流得好 对 刚才说她的专注啊 然后她这个 那种感觉很有名 张曼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孩子 还准备了一首歌 对不对 没错 甜蜜蜜 掌声有请张曼 甜蜜蜜 甜蜜蜜 你笑的甜蜜蜜 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开在春风里 在哪里 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我一时想不清 很好 哎 你我操作了 现在我们一号女嘉宾即将离开现场了 你有什么话对她讲吗 希望你能够选择成功了 好吧 谢谢 外貌看起来还好 但是还得再多看看 我希望是稳重的 但不是变得还是不稳重的 给我的感觉不是 现在 这一会儿 也是 我希望你能够选择 我希望你能够下来 需要大家看 我希望你会 我希望你能够下来 你能够下来 我可不得下来 我希望你能够下来 你能够下来 我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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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分析的对 像王老师要拿自己开涮的时候 往往女嘉宾会说 王老师因为大家知道王老师说什么 他都是可以包容的 然后在这个机会 因为马上要上场 借这个机会 顺便给他一个我对你的欣赏 可是他选的是你 别着急 我们看看这位女嘉宾选的到底对不对 现在此时此刻 我们场上有一号男嘉宾 王维念老师 马健老师 还有堂哥 这个四位男仲 三位都是单身 还有一位呢 马老师家庭幸福 接下来呢 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游戏 我们看看 他们谁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取胜 平板之声知道吧 知道 知道是吧 几倍开始 这个一号女嘉宾你好 你认为谁会坚持到最后 我觉得这个堂哥呗 堂哥 哎呀 我觉得堂哥肯定第一个趴下 好 二号女嘉宾 你赌谁 一号男嘉宾 一号男嘉宾 三号女嘉宾 你赌谁 他堂哥吧 哎呀 堂哥你压力很大呀 堂哥已经不行了 加油堂哥 现在我们发现 马老师最稳定 但是我们的这位 一号男嘉宾也不错 加油堂哥 好 两分钟 如果是输了的话 我们会会得到死吧 哇 他们俩好厉害呀 好 再坚持 我把我现在坚持 坚持 坚持 你再坚持一下 过三分钟了 那是马老师 来来来 哎呦哎呦 马老师最厉害呀 堂哥 女嘉宾 女嘉宾 你好 小新海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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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号女嘉宾 齐心 二十九岁 未婚 山西人 见习心理咨询师 选择语录 你若盛开 蝴蝶自来 相信属于我的爱 就在下一秒 等着我 你这二号 我们嘉宾的形象 第一印象 也有二感觉怎么样 也不受熟 那些 这个说话 非常的温柔啊 对我们这位嘉宾 印象怎么样 印象很好 印象很好 她说印象很好 她就怎么看那边 那不好意思啊 我还想请问 您是不是喜欢 这种高高的 瘦瘦的 这样的形 我对于身高 没有要求 对于性格 会觉得 性格好 是最重要的 我心目中的那种男士 可能 会像 余敏鸿一样 比较安静 比较专注 同时呢 对事业 对人生 又很热情 你们俩这样吧 先了解了解 对方 您是 北方女孩 我是山西女孩 山西女孩 那相对来说 还是蛮静的了 对对 对 来到北京 四年时间 在做心理学工作 你是取得资质了 在从这方面工作吗 在做资讯吗 对 来北京这四年时间 为了也是要 将来要成为一个 很专业的心理学工作者 所以这几年时间 已经拿到证书 目前呢 是在做 做助理工作 所以因为国内 从2002年开始 目前是有 60万心理咨询师 但是真正在从业的人 也不足 不足百分之十 因为国内的心理学 专业的这个 基本功 是比较薄弱的 所以呢 大家需要 更好的成长 所以我现在所在的平台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这心理咨询师 都是王坚一老师这范儿的吗 对 说话好像啊 对 谢谢 昨天是远 眼睛比较特点 什么特点 所以那种 雕塑罗伯 怎么想 勾 勾魂 现在的工作 每天很繁忙吗 对 现在的工作 安排的挺满的 这个 我想知道一下 我们一号男嘉宾 你对我们这位 女嘉宾想怎么样 也不错 但是可能 我们两个性格上 会差距大一些 他就属于那种 比较文静的 或是比较属于 这种比较外放活泼的 所以可能相对来说 可能会不太合适 他们两个 可能性格不太大 也就是说 你跟一号女嘉宾交流的时候 你们会聊得很嗨 是这种感觉吗 会有一些共同的话题 但是跟二号女嘉宾 你会觉得慢一点 对 对于你来说 是这样吗 很好 我倒觉得你说出 自己的这个要求 其实很正确的 好 即将离开现场 什么话对他讲吗 还是祝你选择成功 谢谢你 等一下 有什么话 对你堂哥讲吗 选择成功 选择成功 非常喜欢你 也祝你选择成功 再见 一号女嘉宾性格 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可能了解还不够多吧 女嘉宾性格 因为我刚才在台上也说了 可能我属于比较和我 她属于比较静的那种 所以可能相对来说 不太合适 今天来到这里 会不会觉得 是自己真的 要需要有一份感情了 是的 就是比较忠诚 忠诚自己内心的感觉 就是觉得到2015年 此时此刻 我的生命需要有一段 很美好的关系出现了 所以就很有缘分 来到我们现场 很美好的关系 你为什么不直接说 我要谈到恋爱呢 我觉得恋爱是 是我们关系当中的一部分 完了 你这就是心理学学多了 这比较 就是恋爱吗 对 是爱情 你今天好像带了很多的 亲友团对不对 是的 带着女朋友来那位 对 她对媳妇特好吧 她是不是特别怕老朋友 是的 标准的好丈夫 先生来推荐一下 你的这位好朋友 吉星是一个 特别安静的一个女孩 平时我们心里面 有多么的烦躁 或者什么 只要看到她 心一下就沉下了 就是那种感觉 就属于是那种 能够让静心的那种女孩 前面这位女士 您来说说吧 欣姐呢 就如大家所看到的一样 特别特别的优雅 她平时在工作当中呢 特别像一种 知心姐姐的那种感觉 比如说我们有什么 比较心烦的一些事情 跟她说一说 可能就好了 对 我觉得包括她做的这个工作 也特别伟大 她不仅仅是 帮助了别人 去处理别人的一些问题 包括我们平时 同事之间有什么问题 也特别愿意跟她聊 你的朋友探讨的那个话题 就是说你的一份优雅 我有一个小担心 我说你的优雅 是否会给人产生一点距离感 就是我对于老婆孩子热炕头 大家每天上班忙忙碌碌 然后下边在家享受那种 一起做饭 一起生活 一起甚至会有小的吵闹 也很嚮往 所以可能我是那种 其实是因为小时候 对自己的要求 或者家长对自己的要求比较多 所以我会看起来文族族的 但是我对于就是我们 就是要踏踏实实在社会里生活 彼此帮助都是很认同的 嗯 搞心理学很难搞 和那个哲学一样的 把事情的人都看得很清楚 其心上一次恋爱在什么时候啊 是从2006年进入大学 然后遇到一个男孩子 他对我特别好 我就答应了 是在2010年底 11年初分开的 那你们谈了很久啊 对 是一个长达五年的恋情 嗯 那段爱情会不会让你对 对所有这个恋爱的过程 是感受了一点 嗯 那段爱情的话是 我在接受 对方在付出 因为他对我非常好 所以我就说 可能爱情就是这样 到最后会发现 真正的爱情是 双方都要很投入 我早上还在想一句话 可能真正的爱情是 彼此支持会越来越暖 嗯 彼此挑剔会越来越远 哎呀 这全是心理学词啊 讲一下 但是我身边有很多心理专家 像马建老师啊 建英老师 施刚老师 吴邓老师 他们都是国内 比较这个 比较知名的老师了 可是他们真的 不怎么用这样的词哎 就是我觉得 我总结了一下 我可能像是那种 文艺女青年 确实有一点 我觉得 而且他刚刚说 说他带了一个才艺 他拿了一个 像信一样的一个 卡片一样的东西啊 我特别想知道 你这份才艺 是打算送给谁的 是送给我父亲的 送给爸爸的 那你为什么不亲手送给他 想通过我们这个节目 送给他呢 嗯 因为我的父亲 已经离开了 也就是说 其实已经没有机会 亲手给他了 是 他什么时候离开的 嗯 是在2013年的 12月份 其实才一年多的时间 这事对你来说 是一个非常致命的打击 嗯 是的 我想对任何人来说 都是致命的打击 你跟爸爸以前 是属于那种 特亲的那种关系吗 嗯 是 跟爸爸的关系 非常非常好 爸爸突然离开的吗 对 很突然 就是从得知他 嗯 患上癌症 到最后离开 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 所以其实你是 心里很接受不了的 对 当时是非常大的打击 无法接受 其实我挺心疼你的啊 七夕 你看在刚才这个过程中 多想念爸爸 我心里比你清楚 但是 可能是因为你的职业 然后你常年这样 这样的一种训练 然后你会 特别的职业 然后你会笑着 跟我们讲这个事 我知道你心里 其实很痛 这就是我们 特别想 希望你能 放下一点点的 因为你有多想爸爸 或者说你有期待 和爸爸对话 我们都能够看到 所以我能不能理解 其实你是给爸爸 写了一份东西 我相信爸爸 一定可以听得到 真的可以 那我们现在 来把这封信打开好吗 好 亲爱的爸爸 你好 今天是2015年1月24日 这是特别的一天 很偶然的机会 在同事的介绍下 在大家的支持鼓励下 我接触到了选择 这个栏目 没有多加思考 我就决定来参加 因为我真的感觉到 我的生命已经进入 这样一个阶段 我需要开始新生活 想必 当你听说这件事情 也一定会非常高兴 如果你再多知道 一些关于我的消息 看到整个2014年 我的蜕变和成长 你一定会更加欣慰 说不定你会微笑的 对我说 女儿 好样的 像我的孩子 虽然 现在你已经不在我的身边 我竟然变得更加勇敢 更加沉着 更加努力 更加阳光 更加懂得欣赏路边的风景 记得你从前 总是要告诉我 要小心 要小心这个世界 小心受伤害 我知道 你所有的告诫 都是为了保护我 今天的我 快要30岁了 我已经完全长大 我懂得关心自己 关心别人 如何沟通 如何生活 如何去实现 自己人生的价值 所以我相信 自己已经拥有爱的能力 可以勇敢的爱 勇敢的包容 即使未来的生命里 可能会遇到挫折 和各种困难 也可以在哭过之后 学会去给世界一个大大的笑脸 爸爸 我长大了 我会好好照顾妈妈 我会成为最好的自己 也请你放心 你让我享受到父爱的伟大 人生的美好 你让我记得 你让我知道 虽然 生命不是永恒的 但是爱是永恒的 今天早上 我起床 第一件事 就是写下这封信 就是想要告诉你 爸爸请放心 现在的我很好 拜拜 谢谢你 我爱你 很好 早上是哭着写来的 所以可能我会稍微有点紧张 很好 谢谢 虽然你是一直笑着读的 但是我真的特想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会把自己包那么紧 我真的觉得你可以再放松一点 太累了 一直在对别人火 其实 我自己觉得 我也是一个文艺青年 我是很喜欢读很多东西 我也很喜欢写东西 我也和你一样 有很多内心的爱好 和自己的骄傲 但是 我有一段时间也像你一样 我对自己会有要求 做要做成什么样 哭要不能当着大家哭 但是昨某一天 我会发现 其实那样我好累啊 所以我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我想干嘛就干嘛 可能我做的确实不够直 很多观众说我都 歪腰驼背在主持节目 但是我认为我确实累了 我那样舒服 所以我真的觉着 别把自己弄太累了 真的 你是一个那么可爱的女孩子 腰球太高 你希望自己太完美 然后你就会好累 稍微放松一点 我们都有缺点 尤其是我 一大堆缺点 但是呢 并不阻碍 东东姐喜欢我 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二号男嘉宾啊 二号男嘉宾您好 你好 你好 王老师 哎呀 您这语调 您好 请问 你喜欢这张照片吗 笑得很灿烂 很灿烂吧 听到二号男嘉宾的声音 觉得非常的亲切啊 那么我们的二号男嘉宾 是什么样的呢 掌声有请二号男嘉宾 你好 掌心台湾啊 二号男嘉宾张明东 三十三岁 未婚 贵州人 管理咨询公司合伙人 选择语录 内外兼修 内外病重 感觉他上房坐着好随意 一号男嘉宾回去 是不是特嘚瑟呀 很开心 很开心 对 一号女嘉宾回去 感觉怎么样啊 挺好的 他没说 哎呀 我外甥女儿今天太争气了 你看我们的小宝贝 坐那儿多乖呀 你跟我说一下哈 来来宝贝 你小姨要是找一个 给你找一个姨父的话 你觉得这个叔叔 戴眼镜的叔叔好呢 我也戴眼镜 台上这个戴眼镜的叔叔好 是 是 是台阶下的 这个呀 这为什么呢 你好受打击 太受打击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长得帅吗 是 哦他长得很帅啊 哦你快让叔叔抱抱你吧 哎呦 这赶紧赶紧贿赂赂一下 哎呦 太可爱了啊 二号先生 刚才在我们前面 也有两位女嘉宾了 您认为您想找一个 什么样的女嘉宾 这样简单说的话 就是秀外惠中呗 秀外惠中的 对 我们这位女嘉宾 就秀外惠中啊 对啊 二号男嘉宾 是不是喜欢这个 这个二号女嘉宾 看起来 哦就你喜欢这样的 哦 哎呀 您对这个女嘉宾 还不错 对不对 好啊 好 那你赶紧聊聊吧 你想问一下啥 你想聊一下都可以啊 你在从事什么工作呀 管理咨询 估计你不太了解 也会偏向于就帮别人 很重要 很重要 看我们的女嘉宾 哎呀 哎呀 女士现在有一点松弛了 嗯 我也觉得 有没有感觉 她已经松弛下来了 对 对很好 前一段采访的时候 真的是 我就特别担心 男士对您的那个感觉 哎呀哥们 你比我厉害呀 我得向你学习呀 对啊 对啊 这真不错啊 哎呀 我们来看一下 这位男嘉宾的基本资料 张明东 贵州人在京 33岁未婚 管理咨询公司的合伙人 内外兼修 内外病重 您说您呢 还是希望对方啊 我也希望我呢 我也希望对方 贵州人 贵州什么地方的 尊业的 革命老区啊 和茅台的地方 哎呀 和茅台的地方 但更重要是尊业会议啊 对对对 对吧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啊 您从贵州到北京 来了多久了 09年来的 09年 对 到现在 其实那才六年啊 那发展得不错啊 你了解了解 帮我了解一下 你别老见 你以后会继续留在北京生活吗 如果说你能够帮我找到更合适我的地方的话 我也愿意去 我怎么发现 你就直奔主题去了 我这个人没有那么多词 我就问你 是不是代言 喜欢了 是不是 你就直说 你要喜欢我就跟他谈啊 对不对 人家行就行 不行换下一个 王老师 王老师需要交流 需要交流 他从上来 我就能觉得他对这种高雅的 有文艺气质的 说话绵绵的 但其实能有力度的那种女人 他就容易犯迷惑 是吧 因为有一种男人呢 他就希望找到一种软软的力量 你就属于那种软软的力量 能弄住他 你要想找个能收拾的 天天让他干啥就干啥就他了 你要想找一个收拾不住的 那这都是 你看底下那个 我想知道先生 我刚刚看了一下 您这里边有一个择偶要求 是您写的吧 要求对方是211大学毕业的 对 我这个就是对这个学的这一块 要求很高 马老师在大学都工作过 马老师重新工作的那大学 绝对是211的这个大学 对呀 但是呢 在大学之中 他也是两有不齐的 有的女孩子上了大学之后 不读书的也有 昨天还在讲 他一个朋友孩子的那个学校中 然后大一的孩子 就网恋好几回了 那真的 那也不一定啊 怎么讲呢 他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指标 但是他确实是一个 参考指标 对对对 比如说我在20岁左右的时候 假如我20岁碰到了您 那您觉得像我这样的人 能跟你走在一起的话 给您丢人吗 没有很好啊 非常好 可是我真的没211过耶 那就是需要交流 需要这个了解之后嘛 对啊 可能很多我们现场观众 还不知道211是个什么意思啊 马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就是当大家去谈211的时候 一般而言的就是 呃 总继续的事 要说 他跟我说 他有任何人 杉矶 但是他有任何人 就能帮他 就能帮他 他们怎样 比如说 然后 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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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说之后好像有道理 有点道理 我听他们讲说 你希望这个女孩子最好没有恋爱史 就是没有恋爱史的女孩子 她就一定要要一段恋爱史 小心你当 你小心你成 重当了她的历史 我知道有很多男孩喜欢找到一份捷径 他是属于我一个人的 从他妈肚子里出来 就一个男的碰过我 就是我 就可能就是有人就有这种精神追求 但是这好像是50年代的想法 你现在这想法你就会受伤的 你能理解这位男嘉宾刚才说的这个要求吗 我觉得每个人他那个想法背后 肯定有过去的原因嘛 老师刚才也分析的挺好 从刚才两个人的回答 我们发现骨子里 他们俩都不是特别自信的人 对 就骨子里其实两个人 都有一点包裹自己 你们俩就是最后谈恋爱 是泪出感情来的 对 就是比如说 先生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来我看看你怎么处理问题啊 假如我是你的女朋友 你要请我去看电影 来你给我打个电话 喂 喂 妈嫂呢 我在想你呀 我也好想你呀 说有啥事 今天咱们去看上电影呗 不想去 很好看的 不想去 我是已经给这个准备了好久了 这电影都期待了好久了 不想去 里面有你喜欢的人哦 谁啊 玩我的电脑是吗 哎呀 能不能提升一下咱们的清潮水平啊 你不是喜欢那种类型的吗 我都喜欢你这样的类型 除了喜欢我还可以 就是有点自己的偶像呗 你到底想干嘛呀 看电影了 走吧 看电影去呗 不去 那我 你要不去 我就 回来接 想别人了 但是刚才这过程中 我就特别能凸显这位先生的性格 他其实是一个很执着和坚持的人 我在想一般可能说我不去 那你想干什么呀 可能他就跟他就走了 他没有 他一直试图说服我 然后就跟他看电影 对 他在坚持 对 我相信这个先生 非常坚持 他的这种 语言风格跟他的那种性格 一定是跟过去 我们是讲过去的 对不对 他今天 场上这样的一种表现 一定跟过去 很多很多事件有关 如果他不坚持 他怎么可以走出来 对 如果他不坚持 他怎么能够上交代 对 如果他不坚持 怎么可以做合伙人 这就是他的坚持 所以他在生活中 也会有这样的一种表现 我坚持 我就可以做好 做人家 谢谢 好的 去江湾的菜现场 有什么话跟他讲吗 觉得你确实还蛮优秀的 加油 一号男嘉宾身上 确实有我欣赏的点 就是他会出去远行 会给自己放假 我很喜欢这种 可以给自己做放松的人 二号男嘉宾的话 我觉得 的确像老师说的 他还是比较有潜质的 同时我自己呢 确实还要再多想一下 比较慢热 从尊义考出来 那你在班里边 是不是高中的时候 学习特别好啊 还是应该前面呗 确实还是前面的 当时爸妈妈 供你上大学 其实家里是很不容易的吧 对 其实我们家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应该说是 你是村子里的 第一个大学生吗 不是 我们堂兄是 那也就是说 你的堂兄考上了 所以很激励你 对 这个有影响 直到今天 你会不会都是 那个村庄的骄傲啊 我是不让他们丢脸就好了 我觉得他还蛮真诚的 就是跟我可能很类似 对自己要求很高 包括严谈举止啊 包括内心 包括事业 要来到什么样一个程度 就会有一个很高的标准在那儿 所以让自己会有时候很累 或者找不到适合的人 现在能够在北京 靠自己的努力立足 我觉得非常好啊 大学毕业多少年了 好多年 对 这么多年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女孩子 是因为你不会谈恋爱吗 晚书嘛 晚书 晚到什么时候 你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吗 不是 大学的时候没谈过 上班之后谈了 那为什么没有在一起啊 女孩 她始终放不下嘛 就是说 刚才我说这个 这个所谈感情经历的简单 就是她确实 她放不下前面的男朋友 对对对 哎呀 那你那时候老纠结了吧 其实我这里面 就是比较讨厌的一种 就是说是不太专注的 然后的话 就是说是有一种 三心二意的 然后的话就是 太复杂的 嗯 你受过这样的伤害 对对 就谈过一次恋爱吗 还有一次 是谈了这个一个 北方女孩 第一个是满方女孩 就是到这边谈的这个女孩 就是属于是 怎么讲呢 有点太自私自我 然后呢 她对物质的追求 有点 有点 过高 对过高 如果说一个人 过于追求这个外在的 这个物质的东西 那首先来讲 她和我的价值观 还是有 有差别的 就买了衣服 肯定就是 要有名牌的 比如说是吃一吃饭 我当时没带钱 但是呢 她那个付了钱 这个当时通过 网上的这个 手机付了之后 因为我手机没电脑 后面就是付了之后呢 还叫我把钱 那个 打给她 对 对 你就说她一分钱都不能花 对对对 这个就是 基本上都是 不花钱的那种 我觉得这个男生 各样男方人的性格 心比较 心有点 心思有点太细腻了 不像北方人那种 比较豪爽 我觉得坚苦朴素 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我觉得我自己 可能也有那个经历 那个时候 刚刚有一点点钱的时候呢 不能免俗的 也会去某名牌店里边 花一个月的工资 或甚至两月的工资 去买一个包啊什么 也干过这样的傻事 所以我觉得人是需要成长的 就是你在 你没有碰到 你是碰到成长前的 那个女孩了 你现在最好能找一个 成长之后的女孩 就她已经看淡很多东西了 她已经清楚很多东西了 就不会出现 现在这些问题了 我非常理解她 从那么遥远的地方 到北京 然后她 而且她是中间 她是先到桂林 又到深圳 然后到北京 这一路走来 不知道吃了多少苦 所以到现在 她有一些成绩了 那么她今天呢 有一些要求也能理解 不过我们特别希望您 今天是来找对象的 不是找员工的 你这些要求 我觉得对于一个员工来说 都没问题 因为如果她想学历上 要求那个女的很高的话 但是人家肯定会对 她比较大 男方的那个穿着形象 会出生一切吧 掌声有请 我们的三号女嘉宾 非常漂亮 你好 三号女嘉宾 杨海琴 24岁 未婚 山西人 一月护士 选择语录 不需要花言巧语 只需要一颗真心 本一个24 一个33 她9分 听到我们二号男嘉宾的介绍 会不会觉得 她挺好玩的 是的 是的 有没有人用挺好玩的来评价你 我听到这个反正很高兴 很高兴 三号女嘉宾一看上去温文尔雅的 今天你有亲友团吗 有 谁是三号女嘉宾的亲友团请举手 那位是你弟弟吗 对 下面的是我的弟弟 然后上面那是我的妈妈 你好 您是南方人吗 我是山西人 山西人啊 您是山西哪里人啊 吕梁 您对我们二号男嘉宾印象怎么样啊 很好啊 很好 你有这么漂亮一个闺女啊 推荐一下你闺女 我闺女吧 她一般 看起来不懂 哪有妈妈说闺女的 会说话 一般不爱说话 您本来连紧点 说我闺女吧 一般 对我吓一跳 一般不爱说话 继续 她一个人在这工作很辛苦 我们在老嘉 我是第二次来北京看她 您这是她第二次来啊 第二次看她 很想她 很想她 她一个人在这边很苦 我们也该不了她什么 也支持不上什么东西 她一个人在这 很不容易 这边 亲的都不在身边 一个人 很辛苦 会不会经常 晚上特别担心她 肯定担心 因为下班呀 回去她很累 没人看到 自己有点感冒呀 或者什么呀 都得一个人靠 非常理解啊 她也自己 非常理解 当妈妈的心啊 那今天来到这里啊 您会不会觉得 如果女儿能找个对象 你就放心了 那是肯定放心啊 因为我相信 就您的女儿 我一看上去 就是一颗靠谱的孩子 姑娘你做什么职业的 护士 护士啊 那你一定很细心了 是 护士这个职业 她在医院已经非常累 你知道吗 她回家去照顾别人 她没有这个经历 她到家 非常累 所以你不要再继续 她再回家照顾你 我觉得而且 这种东西是互相找的 我自己是特别喜欢 这个职业的 刚刚妈妈说 你会不会 有点难过 不会 你一定不想让妈妈 为你担心吧 对 带他们来的你很开心吧 开心 给弟弟一下 我觉得你跟弟弟 一定感情很好吧 特别好 妈妈一说的时候 小伙子都快落泪了 你妈妈亲你 还是亲你姐姐 我妈妈从来不偏心 都亲 哎呀 你觉得场上这位先生怎么样 这个还是要深入了解 你怎么那么像领导讲话呀 目测还是不错的 目测还不错是吧 你觉得就是像这位先生这个类型 和那姐夫那类型 你希望姐姐找哪个类型 还是台上的 对不起啊 这个一看一家善良的人 对非常好 这个今天我看出来了 就这节目就活了俩人 一个是那小姑娘 一个是你弟弟 小姑娘把我给伤了 对把你伤了 没有我弟给你搬回来 对呀多好啊 你对这位你嘉宾第一印象怎么样 挺好的呀 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孩子 这个而且护士这个职业 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做护士这个职业的人 一定要非常有责任心 对而且我从她的眼睛里头 她看到这位女士的时候 她眼睛里发泛光 这个我敢肯定这位女士 不能满足你全部的要求 比如说她是不是没有搞过对象 我觉得这不可能 这说不定搞过好几个呢 这真不一定 这个没有 一个都没有搞过 没有 一个都没有 没有 捞着了哥们 就是她了 哎呀妈呀 但是但是 但是我估计她可能不是 211大学毕业的 这要是要是没搞过对象 什么大学毕业 小学毕业都行 是吧 是不是 王大人不争斗 我刚才刚才说 就说她不是一个绝对的指标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职业很好 因为我觉得她 她是一个很会照顾别人 或者说她一定要为别人考虑 她能做这个职业 对呀对呀 对吧 你这么漂亮没搞过对象 没有 就没有人追求你吗 不是 那后来你咋把他们都收拾 都不敢追你 不是我想要的那种类型 就没谈过 一天都没谈过 不是刚才你说你喜欢谭哥那类型 就是因为 限定了就那两个都选一个 对 必须选择的 只能选其一 只是因为必须选择 其实跟选你没什么关系 现在情况这不变了吗 有了张哥 有了堂哥 对 只能选一个 对 那我也得三次 对 还有上面那哥 长得像堂司令那个 那姐夫吧 首先很不好意思 说 我不喜欢胖他 完了 完了 挺好 自从 关键是姑娘 你一箭双雕 你说话的时候伤人伤得太厉害了 对啊 你前后加 这两边不伤了 好歹我也站在你旁边 你等我走了再说 什么你不喜欢胖的 你知道不知道我今天受多大打击 对不对 那胖 胖的 姐夫 姐夫 她女儿伤得我 最后我实在也受不了了 我给贿赂了一下 给送了个糖 先生 对我们这位女士印象很好吧 挺好的呀 挺好的 我来帮你采访一下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基本资料 海萍 24岁 山西人在京 未婚 医院 古伤科护士 古伤科 那经常要很费力气吧 对 经常有那哭天喊地的就进来了 那你是手术室的吗 不是 就是一般治疗室的 工作很稳定吧 嗯 还挺好的 还可以 因为我觉得像学你这个专业 要回到当地的话 应该有一个非常好的医院的 为什么要留在北京呢 比较喜欢这个城市 一直没有找到对象的原因 是因为不合适 没碰到白马王子吗 之前来北京之前是因为 就是家教比较严 家教比较严 妈妈不同意 然后自己也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嗯 然后来北京之后 因为护士行业 就是接触年轻的人比较少 嗯 一般我们接触都是四五十岁的那样的 嗯 基础卖小 所以就没有 那你现在才24岁也不着急啊 嗯 就是一个机会想试试 因为她今年已经33岁了 对吧 对对 她9岁 这个年龄你能接纳吗 要考虑 要考虑一下 毕竟她比你大9岁 对不对 对 嗯 她看不像90后 我觉得很多90后的女孩 都很时尚啊 然后很有主见 她就会总是去问你姐 这样 姐 这样 就很可爱 妈妈 对这个年龄介意吗 不介意 年龄大的吧 肯定 什么事情都会体调呀 都会包容 理解 妈妈对你影响真不错 谢谢 太好了 您的女儿是属于那种勤俭持家的孩子吗 是的 嗯 从来不乱花钱对吗 她不会 嗯 你一个月大概花多少钱呀 不到一千多吧 哦 那很好啊 真的很好啊 那你剩她的钱呢 嗯 我会攒起来 就是每次回家的时候 会给家里 或者是 嗯 有时候自助妹妹弟弟上学那样 哦 自助妹妹弟弟上学啊 哎呦 太懂了 不是经常 但就是 有社会 这女孩太难得了 作为这样的女孩 我觉得娶回去之后 是很大的福气 嗯 撑着呀 是那个经常 是那样的 我觉得 她是承识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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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她喜欢那点小文艺气息 我不知道您是否也有 但是对于您来讲 您可能就是给我的感觉更接地气 更朴实 更真挚 这是两个不同类型 这个女孩子她作为一个护士在医院工作 我敢肯定在她的那个医院经常会有一些成功人士去看病 就仅凭她的这个外表 她完全可以有一段跟多段这个感情经历 比如说涂着人家经济条件好啊 脱贼人家什么都有啊 恋爱了一段觉得不合适 然后就再换一个呀 其实这样的生活在我们身边 经常会听到见到司空见惯 这也不是个什么太吓人的事了 但是她居然没有感情经历 那也就是说明 她在这之前的可以恋爱的有效的这五六年当中 她绝不会因为对方是有各种好条件的 她就会选择靠近她 她也不会因为对方条件比自己好 那么我就委屈一点自己吧 就说明她内心的这份原则 就做人的那种原则是很清晰的 什么样的男人是可以让我靠近的 那由于这些条件都没有成为她的目标 所以她一直到今天为止 居然这个感情世界很清爱很空白 那从这一点上讲 你说这是多好的一个女孩子 谁要娶这么个女孩子 这才是找到了那份你所追求的干净 遗憾的是人家确实比你小太多了 这就看人家会不会介意 当然就算你介意不介意 人家介意不介意 我相信电视机前一定有很多 跟她年龄相当的男生 现在正重重欲动 我都担心她会不会受骗 对 她太善良了 所以人体特别重要 人体好 我觉得这女孩特别值得珍惜 我想问你一下 以前没想过 因为你大学学的就是这个护理专业对吧 对 所以我想知道 你有没有想过从事其他职业呀 没有 从来没有 但你老跟我说其实曾经还想过去当模特呢 有想过 有想过 去做过吗 模特 去面试过 但是没做过 为什么 因为去面试了 给我的整体感觉不太好 怎么感觉不好 就是跟她交流的时候 她说让我先去拍一套写灯 然后把那个版权都交给他们那里 然后还说 就是有时候还会要陪一些客户吃饭什么的 哦 然后我觉得这肯定不好 那你这去的模特公司不正规 对 那你也就是说你会走模特部了 不会 没关系 王维念老师会 要不愿意让王老师陪你走一段呢 来吧 王老师 哎呀 你为什么表情那么二呀 模特嘛 你好好说 女模特怎么走路啊 谁谁是女模特 你让我你让我走女模特 对呀 我要走女模特 显得她不会走了 那不到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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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 我来看 走得好不好啊 好 很好 我们接下来要进行我们最终选择了 我们要看看 我们最终的选择是什么样的 来先生请站这里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选择开播这么多年来 只有心仪的一位男士 只有心仪的一位男士 对 我是比较排斥出镜的 直到她出现 我为她改变了很多 我今天是为她而来的 如此热烈表达下 她会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发现您没有化妆 一丁点都没有化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我从没化过妆 我有自信 她曾经的过往不堪回首 我只是这场婚姻的殉葬品 她只是利用了我 她没结婚之前就想好了离婚了 面对如此热烈的表达 一号男士是否接受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其实很伤人的心 包括给你写诗 给你唱歌 从它内心来说 这是一种深层的爱 场上火花四界 场下波涛汹涌 您是冲了她来的吗 是 明明他们告诉我不是你啊 之前不是冲了她来的 但是您坐在这儿 喜欢上她了 哎呀 在爱情的追逐中 谁又会获胜 选择其中一位 下场进行深入的交流 好吗 好 家庭中 我们会遇到各种纠纷 如果不懂得缓解的话 我说咱俩是夫妻 你应该替我说句话 对 你怎么这么跟我说 哥哥 你要这样 你不要是他的 我为什么不能 高跟你 你扬个狗就抱她要 当我 我们尽一切可能 保护家庭 公平分配 抚平烦恼 调解矛盾 生活广角 三百六十五天 全天后守护您的家庭 周六周日 依然不见不散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次说爱你 我想你成为我的女人 想了很久 我想想她情婚 所有回忆 都存在我们的爱情里 这一刻 亲爱的我想你 这一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 我爱你 嫁给我好吗